今天我叫你不跳 我不会叫 我开心 你不开心 我叫你不开心 今天吃好东西 有什么好东西? 喝茶 喝茶? 是水料 有所不知 这家店被称为点心的露丝来丝 露丝来丝? 好东西 试货 露丝来丝 所有漂亮的材料 和纯手工打造 他们的点心也是 材料又漂亮,味道又正 出品简直是一流 吃个好东西 冷静点 年轻人不放醋 8月翠圆 8月翠圆 8月翠圆和泰国翠圆有什么关系? 一样的,都是同一家 同样都是香港美心集团翠圆品牌 在香港五十多年 订了位置 李生 今天有很多 这些是手工制作的 全部都是手工制作的 招牌做浪健身 麻荣祝福包 是 雪茄春卷 雪茄好 我看到有些种子很特别 我们的种子是 翠圆床饭医力第一次出种 是香港美心大厨 欧师傅制作的 香港每年有很多富豪 清洁点包种 即是富豪同款 喝茶 喝茶 这个是猪排的浪健身 这个很漂亮 这个很漂亮 很漂亮 很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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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啦 吃个好饭 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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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哈哈 这个是艺术粉 你看看 海鲜味十足 一个鲜 一个鲜 一个很顺 一定是手工制作 蒸完之后 还要留一点空间 让它里面的东升斑 的斑肉去膨胀 谁知道我喜欢吃炭水 哈哈哈哈 我留心啊 你要用匙羹来接住 真实的手工东西 好像这道 这个馅多些 嗯 花生芝麻 很浓浓 但是它不流 甜度刚刚好 很香 这些手工东西真的不错 香港老李都很喜欢这款 香港老李很喜欢 我也是老李 哦 富豪童馆 哈哈哈哈 给你试试 给你试试 你们不要看我家星平常做事 说到要吃好东西 哪个都难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哇 一口都是肉 很薄 这个冲卷 真的是很肉感的冲卷 很香啊 里面的调味 非常好 我印象深刻的是 它面的皮 又薄得来 其实很上味 有底味在上面 真的很有心 这个是我们的海蛋花糕种 哇 好大只 好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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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是那种很粗叶的 很粗叶 哇 很多料啊 那些是什么 海蛋花糕 哦 海蛋花糕 这是海蛋 这是海蛋 这是花糕 哦 这些是粉 阿伦吃什么 绿豆 绿豆好吗 OK 留给你 我先吃花糕 好香 汁酱的底味 你会觉得不是什么盐水 又或者什么豉油 包括糯米 很甜 而且有些膠的感觉 底味的汁酱很深刻 糯米和花糕的感觉很大 化得也好 和蒸的时间控制也好 花糕依然是软和嫩的感觉 糯米的香味也可以分辨出来 和花糕的嫩滑 也是可以分辨出来 印象深刻 始终是酱汁 这些酱汁真的好 这些酱汁很厉害 这些酱汁很明显 没有工业的酱汁 阿鲁不要不开心 因为我一夹就 一夹就 这么多的酱汁 这个应该是海鸡 在里面的 真的好香 我问完大家想吃 那是海鸡 它是像蟹膏 很鲜甜 熟了海鸡 我也是第一次吃 其实它的感觉是精致 很鲜甜的口感 这个是我知识范畴外的 我觉得真的不够吃 它好像有几个味道 是否还有其他不同 当然吃得完 一人一只 好 好 排上来 加一只 不要等周围的人 看我们吃不起 对吧 阿伦 今天就是你出人头地的事 好的 吃饭了 没有问题 三只 是 阿师傅在这里 是 刚刚在这里 我们看看可不可以 有点请求和他聊两句 好 好 收拾一下 我们坐下聊 好吗 阿师傅很开心 今天可以牛鱼到你 因为我们刚刚吃到点心 真的好吃 我们后面又吃了两只 这两只和刚才那只 花膠海蛋 是什么不一样的 这两只是生米 是生米 这个是鲍鱼 这个是鲍鱼 这个是 带子土油 这个真的很棒 我刚刚咬了一块猪肉 很香 很喜欢底味 其实是充分吸收了 种叶的香味 但是甜 咸的比例都很合适 底味本身已经很鲜 而且很棒 带子和土油 原来有海鲜的味道 很有鲜味 带子是名贵的 提升了 味道 师傅 这是鲍鱼 要多吃鲍鱼 先吃鲍鱼 好吗 我先试一下 我先试一下 试一下 这鲍鱼 好像很轻糖 很甜 这个鲍鱼 很甜 慢慢炆 炆到很新鲜 就拿到鲍鱼 这鲍鱼 很好吃 虽然它的底味很统一 但是它们的食材 可以有不同的 少辨分 一个是鲍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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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种都有特色 我们可以去找一个静点的地方 好 好 刘师傅想问一下 你什么时候出道 鲍鱼 鲍鱼 我7年的行鲍鱼 食在广州 有些广州师傅 派到香港 我们跟鲍鱼 以前的舊师傅要求很高 真的 鲍鱼 鲍鱼有没有 一个靓鱼 有没有 如何讲究 鲍鱼鱼 鲍鱼鱼 鲍鱼的 cerebro 家 viewing都会鲍鱼 都是鱿鱼鱼 锁鱼鱼鱼的放在鱼鱼勒 咸肉粽要绵滑,蛋脂粽要爽滑 欧师傅,可以现场做鸡鸡 让我们开眼界? 好 欧师傅,我们包的是什么品种? 带子董油 糯米,粽好做点心动 全部都是手工鸡,挑鲜果汁 就算是炖花枪 把花枪浸泡四天,选择杂质煮 炖米,不要过四个字,影响黏度 这些董油也好,我们都洗得很清净 把味道放进去,把味道放进去 把味道放进去,放入冰箱 才放进车间给工具做 是手工做的? 是手工做的 是手工做的 是在车间 车间里面 是车间里面 有些员工我们要求很严格 带着发网 带着口罩 手套 现场过来 徒弟仔 你叫Amy Amy 是 欧师傅身上有什么 你已经学到 是需要你成为党人的? 欧师傅,手艺一定很好 特别包容 另外是他做事的精神和态度 他每件事都称力尋为 就算是连一粒米 我和师傅在车间一起生产 他都会看得很尽 刚刚说了20分钟 他真的会安住20分钟 过去查 所以每个细节位都会跟得很甜 平时很难得可以吃到这些美种 尤其是点心界的露丝内食 更深刻的是什么呢? 有很多种 真材和实料之外 我平时都很难得可以将这些名称的食材 花枪、鲍鱼、海胆 融入其中 做得很棒 送上东西给你 还有东西吗? 有 有 广州亲戚又吃又拿 不过这些是很有心意的 多谢欧师傅 多谢欧师傅 都是我的 你做呀 到时候我拿些种子皮给你 哇 星哥 粗重的东西就我帮你拿吧 喂喂喂 你怎么是我的 你想要吗 你去到天猫又或者京东 搜索萃种子 直接带回家吧 好